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详细的分析一下 这个智慧的教育 智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有没有智慧呢 如果有那我们在生活中会不会用呢 怎样把我们本有的智慧给开发出来呢 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首先呢我们先把智慧这个名词说一下 很多人以为智慧就是聪明 那么世间一般社会大众看到某某人头脑很好用 就说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 其实这个谈不上真正的智慧 世间人所认为的聪明 在佛法里面看来不一定是智慧 世间人的聪明有些时候往往会增长烦恼 有些时候会弄巧成作 就是自己以为很聪明 可是结果呢往往会出乱子 甚至会让人哭笑不得 佛在百玉经里面 讲了这样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所以有一户人家 请了一个佣人 就像现在很多人家 请这个佣人啊 照顾家庭一样 那么这一家的主人呢 对这个佣人很信任 有一天主人要出远门 可能啊要好几天才回来 临走之前就把这个佣人叫来 给他交代一下 把家看好 跟他说啊 我这几天不在家 你呢要给我看好了门 这个主人家里面呢 养了一头驴子 就交代这个佣人 驴子也要看好 不要让它跑掉 我还有一根绳子 你也不要让别人偷走 千万要记住 看好了门 看好了驴子 守住了这一根绳 主人交代完就走了 这个佣人呢 就牢记主人的话 看好门 看好了驴子 绳子不要丢掉 结果就那么巧 主人走的这几天啊 这个村里面啊 来了一个乐队 很著名的 巡回演唱团啊 就现在的明星一样 到这个村来巡回演唱 大概啊 这个佣人啊 是他们的粉丝 所以听说啊 自己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到这里来演出了 这个心里痒痒的 很想去啊 参加这个活动 听一听 里面唱的歌曲啊 看一看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啊 可是主人又交代啊 要看好门啊 要看好驴子啊 这个绳子不能丢掉啊 怎么办呢 想个办法 想来想去啊 忽然想到了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于是 他就把门给拆下来 主人交代了 看好门吗 我把门拆下来 带着门 驴子呢 我赶着驴子 绳呢 用绳子啊 把这个门捆在驴背上 这样一来啊 万事大吉 驴子肯定不会跑 绳子也不会丢 门呢 我带着去了 我走到哪里 带着门 这样主人交代的三件事情啊 我都做到了 于是 自己感觉很聪明啊 我怎么这么聪明呢 想到这样两全其美的办法 他真就这样做了 牵着驴子 用绳子捆着这个门 就去看戏了 看演出了 看完回来之后 主人也回来了 家里面的东西啊 丢得一干二净 大家想一想 这家里门都没了 小偷还不认为 这个真是万事大吉啊 可能这一家 真的是在大修布施供养 所以家里面东西 被小偷全部偷走了 主人很生气啊 就呵斥他 说你怎么搞的 我让你看好门 你怎么让家里面 丢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用人很冤枉啊 他就说 主人啊 你交代的把门 我现在门还给你啊 门还在啊 门并没有丢掉啊 你只交代我看好门啊 驴子也在啊 绳子也在啊 一样都没有丢啊 你没有交代我看别的东西啊 旁边人看到之后啊 就笑他 真是个傻瓜 可是他自己以为很聪明 这一则预言故事 说明了很多道理 不单单说 世间一般人 有时候自以为聪明 会弄巧成拙 同时呢 也告诉我们 佛教我们看好门 我们呢 有时候也会带着门 到处乱跑 看什么门呢 六根门头 要把它看好 就是眼耳鼻舌身翼啊 我们这个六根啊 佛教我们要看好 那个驴子啊 就好比啊 我们这个心念 驴很倔强啊 就好比我们众生的执着 很固执 那个绳索 比喻我们的烦恼 佛教我们 看好了六根 看好了心念 看好了烦恼 不要让他轻举妄动 我们以为啊 只要看好了眼耳鼻舌身翼 只要看好了这个身体 然后带着他到处乱跑 牵着驴子到处去溜达 带着烦恼 天天啊 在造作恶业 自己认为啊 好像啊 我这样做没错嘛 佛也是这么教的 而不知道 已经错会了佛的意思 这是更深一层的道理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自以为的聪明 不一定是智慧 智慧是什么呢 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智就是对于外面的这些事实真相 都能够客观的观察 这叫智 慧呢 是对于这个真相当中 做含长的道理 都能透彻明了 这叫慧 智是通达有违之事相 慧是通达无违之真理 合起来 就是通达性相 我们通俗一点讲 就是对于所有一切遭遇 我都明白怎么回事 我都了解这里面深刻的道理 因此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烦恼 感谢大家